大家好 今天風和日麗的早上 我們來到近海邊的尖沙咀 海雲觀點 拍什麼呢? 不是拍天空和拍海 用什麼在這裡拍 我們今天受邀請來到Samsung發佈會 來拍兩部新的手機 大家的焦點當然是落在MIRROR身上 但做事還做事 我們稍後拍一些小小給大家看 雷女一定是我自己拍的 那些Showgirl雷女 一定是我自己拍的 今天兩部手機的主角 一部叫Float 一部叫Flip 其實已經是第三代了 今代也是5G版 一部可以左右摺 一部可以上下摺 稍後慢慢拍給大家看 我們先拍其他擺設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是否以為自己WhatsApp 有MIRROR找你們呢? 其實不是的 這部手機可以上下摺 好像座椅一樣 放大了 就可以上下摺 這部手機 當然這個不是真的手機 這是一個擺設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怎樣的樣子 不過大家的注意力 還是留在這裡 買了新機嗎? 還在玩 還在玩 早買早享受 是否有觀眾很想坐進來 當這張是沙灘椅 沙灘椅 曬太陽 是否有些女士們很想來這裡 躺在這裡 今天不行的 因為受邀請才行 或者是VIP才行 再看看這部 這部是左右摺的5G機 大家都看到 由上至下 由左至右 很整齊地排列 不是六合彩 應該是12個MIRROR成員 但我覺得 真的這麼說 大會的安排是挺好的 因為景色是挺漂亮的 你看到後面有一個海景 另外一大廈 其實是有心思的 想過度過的 而且是可以被人打卡 之餘 就用了整個維港景 不錯不錯不錯 不過大家的注意力 都是一如我所說 是去了這裡 我可不可以問問大會 有沒有大的Poster 可以只要這張 一次過拿完 這個可以發達 是不是 拿了之後 拿去排列 咦 這部機是過癮的 製作你專屬的WhatsApp Sticker 試試先開始 接著選擇背景 拍攝照片 然後掃了掃了掃了 掃了QR Code 便可以了 嘩 即是跟它們合照 連同Samsung的背景 是一部手機 那 選哪個好呢 選擇 選這個 喔 它一套連同 好的 選好了 然後呢 待會我會在我的影片 跟它打開格子 看不到我的樣子 等大家 好拍攝了 一張照片 糟了 弄得好像很開 不行不行不行 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 為什麼拍到我這次不延早 搞錯 就是這樣 它有倒數的 有上個 這樣就差不多了 像在一起 確定 很帥 嘩 這張好像 弄得寶驚雲 不行不行 滿意不滿意 Re-tick再來 人生第一次Re-tick 就是在這裡 但其實有些太陽光 在這裡 所以怎樣弄得 有些微微的 裝飾嗎 嘩 如果是愛 不就很激 試一下 這張是愛 不知道你什麼樣子 我沒有 當然是休息一會再做 沒有 我有休息一會再做 這樣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再做 好 下一步 接著這一個就是 嘩 掛著你 很激情 其實應該是專門給女士 來玩的 好了 弄了兩個專屬Stick Card 哈哈哈哈哈哈 要輸入電話號碼 好 今天會被MIRROR打電話來找我 會不會 好了 這部就是最新的Flip 3 果然是在播著MIRROR的歌 我們看看它究竟可以摺得到多少 其實我這樣玩呢 這樣玩的時候 整部機器就有回以前那種摺機那種 摺機那種 那種一摺出來 好帥 整間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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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電話的感覺 有回真的摺機那種摺機的感覺 還有呢 它這次雖然 反光那邊 輕輕看到 摺板 但是打開了之後 其實這樣看就真的不覺得 很細心的 看著那些反光位置 才會看到一個摺痕 這次摺痕也不錯 就是這樣看 開了一部機器 已經完全看不到摺痕 我們繼續播 我們繼續播之餘 還要試試看 最大尺寸 打橫的 看不見多了 其實已經沒有了一條縫 只要穿了一部機器 就看不見那條縫 看不見那條痕 你這樣反光 就當然看見那條縫 因為始終是曲過 但是 就是這樣拿著看 其實跟普通一部手機 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OK 讓我拿著來自拍 有什麼感想 剛剛拿上手 OK 播放的時候 就看不到那條縫 就是要關了機器 很用心才看到那條縫 但是這樣播放就看不到 這樣看不到 這樣看不到 但是它連這樣都可以 就是可以這樣動在那裡 斜擺 或者躺在那裡看 躺在那裡看 躺在那裡是不是 它本身躺在那裡 所以它躺在那裡的時候 會有上下分開了 哦 對 哦 即是你一開完它 就變回Full Skate 是啊 OK 但是現在以來做直播 只有兩支鏡 有沒有可能在直播的時候 摺上相機 這樣就很省電 只會給它開了鏡頭 應該不行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這部就是巨型螢幕的摺機 你看看我的手 所以我的手也算大 可以單手握住一個籃球 但是一上手 以OK的手握住 即是不會太過大 你不可以整天手握住 都是跟剛剛一樣 你就這樣 在下方下面 就看那條攬帶 就這樣看 完全不覺得它摺過機 摺一點點 它可視角度也是大的 去到這個角度也盡看到 我們先摺一下 慢慢摺一下 看一看 角度可以怎樣 再加上它 但如果加上它 相對於其他手機來說 就比較瘦身一點點 就這樣單手操控 完全是沒問題的 如果是這樣的 如果是普通開 就是這樣 它有一條小邊框 但是 反應都很快 好像看不到它 我們在摺完之後 先摺一下 也OK 就這樣看也OK 但是它可能下面有少少銀色框 就令到它拉得沒有 剛剛反開的螢幕 這麼漂亮 這麼大 但如果這樣看也OK 它可視角度也很高 我們馬上反開 看看可否變成即時 可以自動在螢幕裡顯示出來 可以自動跳出來 這樣 可以自動跳出來 又可以 可以一隻手嗎 我覺得可以 你也應該可以 這個型 是否有驚喜 我也覺得可以 我全都要 全都要 可以單手吸到的東西 男人是很歡喜的 不行 不行 都不行 不行 因為它沒有奏力位向 這樣就可能 哦 不是 是你的手問題 我的手很大 你的手 你太小 你給我 先摺一下 摺一下手 女生來說是比較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但是很震撼 如果你這樣拿著手 如果你這樣就可以 你這樣 你說要硬夾 就是硬一點 但是它夾完之後 是挺Slim的 是啊 夾完之後 就這樣當單機用 是挺Slim的 外面也有東西 是啊 就是在一個螢幕裡 可以播片的 當正常手機用 你開 不然你就這樣Lock in 咦 是啊 是啊 這樣就玩 這部 這部驚喜的那部 我們這樣叫大會 給我們 我這樣叫PR 給我 他說進來拍 哈哈 拔走 拔不走 拔不走 哈哈 隔壁好像很 對嗎 會影一點 隔壁不能拍的 人家是Youtuber 我們拍隔壁也有Youtuber 就要自己自私拍 哈哈 咦 但是 其實我不懂得用 三星 嗯 差 好像我想相機 相機 相機呢 不是 這裡 相機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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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哇 哈哈 片來的 泰哥 你怎麼自拍 你拍什麼 你 喂 這樣就變了 四方方 是啊 他有賭給你選 剛剛我試過 你可以選 不是四方賭 你播片也是一樣 他會財了 可以 買 錢 專業 食物 夜間 不是這個舊 這些 其他機器都有 已經有了 不是新的 影片 咦 他回收了 SOLA 是啊 可以選擇 SOLA 這個也是 片就不行 反而 咦 關機之後 我自己去 再詳細地玩這兩部手機 不過始終都不是一個專業的科技產品YouTuber 所以 可能都未必可以像其他頻道那樣 非常詳盡地試玩 不過都還有倫力 試玩了之後 就告訴大家我的試用體驗 Flow那部大機 512GB 就是賣153900 256GB 就是賣145900 512GB 比上一袋便宜了1600元左右 而Flip那部建議零售價就是 82900 512GB 大機三個鏡頭 廣角鏡 超廣角鏡 和遠攝鏡都是1200萬像 而打開機之後 自拍鏡頭就比上一袋 1000萬像素減少到400萬像素 是因為它做了一個平下的無痕鏡頭 打開了部機看片的時候 就不覺得有一顆黑色點的鏡頭在那裡阻礙 但是就會變成只剩400萬像素 如果想自拍 就可能差一點 不過都夠用的 如果真的追求高像素自拍 可以合上部機 然後用前面6.2吋的螢幕 自拍鏡頭自拍 那就有1000萬像素 而小的那部Flip 兩支鏡頭 廣角鏡和超廣角鏡 都是1200萬像的 而自拍鏡頭也是1000萬像素 大機構電就4400萬mAh 比上一代就少了100mAh 分別就不是很大 主要是因為它比上一代 短了和窄了 大概1mm左右 和輕了11g 但是仍然保持7.6吋的大屏幕 小機的電池容量和上一代一樣 都是3300萬mAh 兩部機這次都有點驚喜 對於這個屏幕更新率 都可以去到120Hz 而且可以自己調校 60-120Hz都可以的 在流暢度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整體來說 大機就比較適合一些 工作要求或者上學 需要在一個PowerPoint 或者PDF上寫屑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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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接近它變成一部小的手機 其實這部大的Flow也挺適合你用的 發展到第三代 其實摺行已經做得很漂亮 不會有很多突压的感覺 你需要用手上去揉 才能揉出一條縫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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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X8 大屏幕換上了新的保護物料 比上一代內容了80% 上一代大家都可能知道 不是每個app都可以支援多功多視窗功能 有些是霸死了一個屏幕 但用不完整個屏幕的屏佔比 但這一代有一個功能就是強制使用多功模式 解決了很多app不可以 多視窗檢視 你就可以把一個屏幕分割開 變成兩個app同時間使用都可以 而且它強制本身的app不支援都好 它這次是Android本身強制了 所以可以解決到很多的多功視窗問題 這真是第二個破天荒的好處 有好當然有不好 我們這些很忠狠的 說它有幾個缺點 就是它看影片的時候就不可以用盡屏佔 因為它始終打開了一部機之後 畫面就比較四方形 你一會縮小條片 令到上下的黑邊 一會放大條片 令到片的左右兩邊就沒有了 以及前面的6.2吋的屏幕 屏幕比例是24.5比9 是比較長形一點 就算你看youtube片 看正常的片 其實上下一點都會被它裁走了 而如果你打開7.6吋的大屏幕 就比較偏向正方形 44方方 22.5比18 可能這個是它本身的屏幕是正方形 所以 這些先天缺陷改變不了 但是打開大屏幕 它的亮度很明顯比上一代好很多 是光了很多 翻查數據上 就應該是比上一代光29% 風值兩代去到1200 都算OK 因為入光入白 如果看屏幕不夠光的話 其實是看不到的 還有另一個缺點就是 剛剛抬張梳桿 如果用單手去接手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你可能要用手指 慢慢揉手機才可以接得起 所以單手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過 Tablet來說 那麼大的螢幕來說 基本上很少 單手操作 如果接了之後 反而單手操作 我又覺得比其他市面上的電話是好一點的 因為接了之後 它的機器就比較瘦身一點 比較長身一點 瘦身一點 沒有那麼肥 所以就算女士們 單手操作接了之後的機器 都應該是比其他機器 會好一點 講一下小機 小機的驚喜度 沒有大機 那麼誇張 小機其實一接就可以放得到入褲袋 因為市面上有些手機 比較大 雖然就算是正常size也好 放了入褲袋 都有機會凸了半個頭出來 這部小機接了之後 基本上你的褲袋 怎麼跑都不會飛出街 小螢幕一樣有簡單的操作 例如聽歌 鬧鐘 甚至乎自拍都有 它的螢幕 比上一代大了4倍左右 有1.9吋 已經是非常之實用 它自拍那時候可以看回自己的樣子 即是用回 最漂亮的鏡頭拍自己也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它就沒有平下鏡頭技術 所以如果你打開螢幕之後 一樣會看到一顆黑色點 不過打開之後如果你自拍 有1000萬像素的 自拍鏡頭 比大機Flow那一部 就漂亮一點 不過我都知道大家 其實想聽的那些 就不是這些 想看MIRROR的 先去一去片 其實他們這次的安排 就是他們先見傳媒 之後再唱歌 不過聽人說 好像唱得兩首歌 是不是不夠猴 有些人好像 吵了老母 不過也是 大家看他們 應該想看他們演出多一點 可能兩首歌 不夠猴 那些粉絲 有些人經常叫我拍誰拍誰 其實12個我都認不出是誰打誰 基本上 在我眼中全部都是一樣的 金色頭髮那個 所以真的很難搞 再來中間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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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次就去到這麼多 希望下次再有一些商品發佈會 可以受到邀請再入去玩 那你們如果想看到 7、8張MIRROR的 帶頭相 你們可以上我的Patreon 那裏看 有16GB的相 MIRROR帶頭 和合照 每個人都有 今次就這麼多 拜拜 好 再來中間 中間 這裡 中間 這裡 我們可不可以來一個在字後面 好嗎 好 看看是在字後面 不可以會怎樣 這是什麼 你還要易耳勞作者 不可以呀 我都是分不嘤 用不可以glich 好 中間 先中間東西 中間 這裡 哇 在左邊 好,小心,各位 這裡,這裡,這裡 好,中間 再來,正中間 好,照顧右邊,左邊,右邊,左邊 好,慢慢一點,其他中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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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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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Yellow 這裡,是否有好 請,是否會有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